撒姆尔记上第24章 扫罗追赶菲利士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 大卫在隐积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 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盘石去 巡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路旁的羊卷 在那里有洞 扫罗进去大解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正常在洞里的身处 跟随他的人对大卫说 耶和华 臣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待他 如今时候到了 大卫就起来 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意境 随后大卫心中自责 因为割下扫罗的意境 对跟随他的人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 扫罗起来 从洞里出去行路 随后大卫也起来 从洞里出去 呼叫扫罗说 我主我王 扫罗回头观看 大卫就屈身 脸浮于地下摆 大卫对扫罗说 你为何听信人的禅言 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今日 你亲眼看见在洞中 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 有人叫我杀你 我却爱惜你 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我父啊 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 我割下你的衣襟 没有杀你 你由此可以知道 我没有恶意叛逆你 你虽然猎取我的命 我却没有得罪你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判断是非 在你身上为我伸冤 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古人有句俗语说 恶事出于恶人 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 追赶谁呢 不过追赶一条死狗 一个个招就是了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 断定是非 并且检查 为我伸冤 救我脱离你的手 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 扫罗说 我儿大卫 这是你的声音吗 就放声大哭 对大卫说 你比我公义 因为你以善待我 我却以恶待你 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 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 你却没有杀我 人若遇见仇敌 岂肯放他平安无事地去呢 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 以善报你 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 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 现在你要指责耶和华向我起誓 不检除我的后裔 在我父家 不灭没我的名 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 扫罗就回家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上山再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